就是畫圖在進階一點 我們今天只畫兩種圖這樣子 今天課其實內容也不是說很多啦 上一節課畫都是平面的圖 如果沒有上到就再補一下這樣子 這節課畫第一種圖是3D的圖 那個3D的圖齁 3D 我把它打到2D平面 這樣就沒意思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那個3D的圖是你可以自己就是 去跟它互動的 你手可以去就是去調整它這樣子 然後抓到一個比較喜歡的角度這樣子 第二個圖是畫地圖啦 地圖我們當然就要用Google Map來畫 啊去跟大家講啊 用Google Map你就要付錢這樣子 沒執行行程式碼你就要付個幾塊錢這樣子 這麼扯喔 當然 為什麼不扯 為什麼Google不能收錢 他怎麼偵測你用啊 他怎麼算你用啊 啊我就寫了一行程式碼 我就跟他要求了一次地圖的資訊啊 他就會跟我收一筆錢要綁信用卡這樣子 所以說這個我實在不能把我的這個 我的那個 我的那個就是 關鍵信息放在網路上對不對 我們把關鍵信息叫API Key啦好不好 就一串很像那種就是 微軟你們在灌東西的時候一個金鑰 就是有一串很長的號碼對不對 用那個金鑰 那個信用卡帳單就會算到我頭上這樣 你付錢他就給你一串金鑰 對你付錢他就給你一串金鑰 然後用使用量來自費 對 所以你們如果 如果那個金鑰給了你們 然後你們覺得我 我對你們不太好的話 你們就可以用個回圈那我就完蛋了 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好 我們繼續 好那我們來畫3D圖形好了 那個3D圖形基本上大家應該知道電腦就是2D的嘛對不對 那個3D圖形都是我們想像出來的啦 所以說 其實不管怎麼樣3D圖形一定 欸 那個3D圖形被你呈現出來一定是一個特殊的2D投影狀態啦 畢竟電腦就是平面的嘛對不對 我們現在還不能手伸進去跟他玩一玩嘛對不對 其實 所以說 3D圖形意思就是我們要調一個好的角度 可是調一個好的角度 我們這個 我們要 我們一個3D的東西我們要調一個好的角度 那但是這個 好的角度不好調嘛對不對 我只要 因為 我腦袋裡面 在我東西看到以前 我並不能夠預視對不對 所以比較好的方法就是 其實如果有一個 方法可以讓我手動調 用手調 這個東西不是說 不自動化 是你自動化也沒用 這樣懂的意思嗎 就是因為你還是得親眼看到 你才能夠確定哪個角度比較好這樣 好 好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畫3D圖形 好 在做3D圖形之前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我們現在這個 如果是 好 我們先開放給大家灌好了 就是 先打開RStudio 然後Package這裡 先安裝個Package 叫RGL 好先安裝 因為這個Package要安裝非常久 好不好 我們先把螢幕還給你們安裝一下 好不好 開始安裝我們再回來上課 好我們繼續 繼續來上課 好那今天我們要用的資料集 很特別 就是 其實我們之前就是 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資料都是 讀檔讀進來的 對不對 可是其實 讀檔讀進來這件事情本身就是 呃 這件事情本身就是 如果我只是要做一個範例demo這樣子 其實蠻不方便的 所以在R裡面其實提供很多資料集 那我們現在 今天我們開始就要學習 怎麼用R裡面內建的資料集 只是說之前跟你們講說 我這種東西 你們覺得很神奇 就是沒辦法體會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來看我們今天用R裡面的資料集 是這個 IRIS 這個flower Dataset 這是什麼鴛尾花會數據集吧 呃 這個數據集齁 你要怎麼把它叫進來 你直接R裡面 打 DATA IRIS 注意喔現在右邊是完全沒有任何東西的喔 對不對 當我打DATAIRIS的時候 按Enter 你就會看到右邊出現了IRIS 然後這個時候 你打IRIS class IRIS 這是一個DATA Frame 你有看到嗎 這是一個DATA Frame 好 IRIS 你打開之後 你會發現這邊總共有150筆的 花瓣長度、花瓣寬度、花瓣長度、花瓣寬度 然後還有這個 後面這個是它花的種類 它總共有三個牙種這樣子 好 所以說啊 這個資料集就很常被拿來 就很常被拿來運用這樣子 好 那 所以這個資料集大概懂了嘛 對不對 好那沒有什麼特別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事情 就是我們畫一下2D的散布圖 看看 2D的散布圖是上個禮拜教過的 好啊這個 這個程式碼看起來很長啊 不過我們 因為 我們簡單一行行解釋好了 好不好 好首先 首先 第一行是 我要把color給弄出來 這個是IRIS的那個花種 花的種類嘛 對不對 這是花的種類 來看著 這個東西是剛剛那個花的種類 然後我們把它as integer as integer之後 會變成一堆數字對不對 123 然後加上1 好這個 所以現在我們把這東西叫color 追啊 color怎麼會是234這種號碼 對不對 上個禮拜我們交了色碼 對不對 警號叉叉叉叉叉 在R裡面 就是如果你懶得調色碼的時候 第二種顏色是紅色 第三種顏色就是綠色 第四種顏色就是藍色 呃這個你可以自己試啊 它每個編號有不同的顏色這樣子 不過呃就是 前幾常用的都會有編號這樣子 不過如果你想要漂亮的顏色 還是自己調色碼比較好這樣子 好那 接下來 parmfrow 就是我把那個我現在的 我的畫布切成這個2x3 2x3這樣子 好 那我們一行行執行好不好 我們先把它切割 切割完之後我們先畫第一張圖 第一張圖是把這個 把這兩個變相 把它畫出散步圖 然後color是用剛剛指定的color 畫下去 你可以看到 欸這個是不是 三種花 在這兩個variable的這個散步圖 就被我畫出來了 這樣可以吧 然後接著 Langin的 Langin的是在這個 top right 在這裡我給它加上 三種花的這個 顏色 顏色屬性哥 代表什麼意思 好接著我把全部都執行完 可以看到一張圖一張圖 跑出來 好 那現在總共我們是不是 用這個2D的散步圖 因為總共有4個variable 對不對 4個variable C4取2總共6個 對不對 6個圖我們都畫出來了 6個圖我們畫出來之後 我們是不是可以做一些簡單的觀察 我們來看一下 在講義這裡我們來看一下怎麼觀察 好觀察之後你發現什麼 欸這就是這個 藍色跟綠色的花 這兩種比較相近 對不對 似乎在有一些圖看得出來 有一些圖看不出來 有一些圖看不出來 呃 但是我們現在 現在總共有4個軸 對不對 當然啦 我們再怎麼厲害也不可能看到四維空間 這樣可以吧 我們一定只能看三維空間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思考一件事喔 這個三維空間的這個東西 我們要呈現哪三個軸啊 我們現在希望用三個軸把它們分開 我們要呈現哪三個軸比較好 有沒有人有idea 或者根據這些圖形 好啦我覺得大學生 就是思考這個問題 可能沒有辦法想到 好 如果我們今天一定要捨棄一個軸 我們一定捨棄這兩個軸其中一個 為什麼 因為這兩個軸幾乎是一樣的事情 你看所有的點都在中間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所有點都在中間 代表的是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就等於多少 所以我一定捨棄這兩個軸其中一個 這樣我呈現出來的圖 才帶有最多的information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現在 一開始我們可以使用的套件 叫Skater Plot 3D 這個套件 這個套件 這個套件就是 這個套件 Skater Plot Skater Plot 3D 這個套件就是比較醜一點啊 不過我們還是可以用一下 好等一下 等一下把那個3D圖畫出來之後 我們就先給大家示範一下 好不好 好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接著 接著我們可以用 這三個 這三個軸 然後去畫出它的圖 然後Color用Color 然後這個角度是可以調的喔 欸靠 沒有Library 這個 你要畫圖的時候 你可以先把這個畫布清空 因為剛剛被我切成六格嘛 對不對 清空之後這個information就沒了 好 可以看到了嗎 你可以調一下這個角度 覺得要45度 可以觀察一下 它有一些變化嘛 對不對 好我們先把這個圖畫出來好不好 這個圖並不好看 但是我們先把它畫出來 好就是 我們如果這樣角度不好選嘛 對不對 如果我們要選角度的話 我們可以有這種選法 看一下 好我們覺得他說我們4 然後 i in 1到 這個 我們總共180度 對不對 我們1到18就好了 0到18好了 我想要0到18 然後我這邊 angle就是i乘10啊 對不對 好然後 可是這樣子圖會 跑太快 所以我這裡可以給他 System 點Sleep 這個我之前都 看過一兩次 但是就沒有了 我們給他每隔3秒跑一次好不好 好然後 我們現在就可以執行 看著喔 好這是0度 好 10度 好 有沒有 這樣有沒有覺得 看起來好像比較好調一點 好 這樣有感覺了嗎 我們把它停下來了好不好 這個 這樣寫 其實有沒有覺得 其實寫程式也沒有很難的感覺 對不對 雖然我剛剛提出的問題 可能第一個反應 沒有想到這樣子 OK 那我把它關掉囉 好 不過這樣還是太智障了 對不對 第一個它只有一個角度可以調 你們注意到3D我應該三個軸都可以調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換一個下一個套件 這個套件不好 好下一個套件的RGL 這個RGL就好非常多了喔 這RGL就是我們剛剛下載那個要很多 要下載很多那個套件 然後我們一樣來 來 注意一下RGL要怎麼使用喔 這一個函數 plot3D一樣xyz 三個軸對不對 顏色一樣用color size是點的size 然後main 好 看著喔 我現在按下run的時候 會出來喔 看到了嗎 我現在出來一個小方框 我現在手可以這樣子 可以這樣動 我們先把這個東西弄出來好不好 先把這個可以 可以自己隨便拉的東西弄出來 好做出會動的圖了以後啊 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要做什麼 接下來就要做練習了喔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至少我們剛剛 Bestline是一樣的嘛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做練習 好這一串程式嘛 我們現在基本上 要做的時候就是要改這樣子 來看一下喔 現在你執行這串程式嘛 看著這串程式嘛 首先是不是先把圖畫上去 到這裡為止 是不是就是畫出一個一模一樣的圖 對阿 可以吧 然後接著 我們這邊在算什麼 我們現在在算 這三個variable的 用cov這個函數 cov這個函數 你們可能不知道 這就是變異數供變異數矩陣 好這個東西算完之後 你會求得一個 vcov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簡單的講我就是用這筆data來做的 對不對 這個所有data做的喔 這樣可以吧 好接著 min 接著我把這三個variable的min 把它求出來 所以我得到這個min也是一個向量 這個是一個向量喔 這是一個向量 就是平均值分別是5 3 跟3.7 這樣可以吧 接著 我用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是我沒看過的嘛 對不對 這個函數把vcov跟min把它放進去 然後這個level等於0.95 代表我要畫的是 95%範圍的 點 我要把它畫上來 好接著我按下run 我現在產生了一個新的物件 叫這個東西對不對 好注意我再用是plus3d 我把這個東西畫上去 顏色要block alpha alpha是透明度 透明度0.2 然後 add等於true 代表是我要在 現有的這張圖 我不要把它蓋掉 我要在這個東西接上去 box的forse 看我按下run的時候 請看一下我的圖 是不是出現了一個 出現了一個 黑色的球體 把這些點都包住了 對不對 好 所以說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任務 這是我們剛剛畫出來的對不對 我們的任務是 希望你畫出 這樣子 三種顏色就給三個圈 這樣好不好 在這裡看得到吧 可以嗎 好 試一下好不好 試一下 好 做一個簡單的開頭啊 就是 剛剛我們顯然 我們不知道那個顏色 到底怎麼來的 顏色是不是用這個東西來的 這裡面是不是有2 有3有4 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不是 可以把東西改成 color等於等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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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裡就用 呃 color這裡就用2好了 好 現在全部重做一次 好 是不是 就是 他就被放上來了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繼續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用回圈做啊 你們好像都有做出來 基本上就是 這是一個底圖嘛 對不對 大家現在概念 有一些概念都還不是很清楚 這是底圖 有沒有上捷克 沒有上這個很正常啊 底圖 然後下面是加料的東西 加料的東西 所以我們其實只要把 要加的東西把它 for i in 1到4 2到4 然後我們把這裡拉上來 甚至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畫出來了 欸 靠 不給面子耶 哎呀原來這邊沒有敢i 我想說怎麼那麼不給面子這樣子 好來再來一次 run 好 出來了 好 這最更重要的是 2到4 假設我們以後的顏色 是隨機指定的 就是我講到第一種顏色是 黃色 就是我自己隨便打的好不好 那我這邊要怎麼用 他又不能用編號對不對 好 所以我這裡啊 完全可以換成 這color 我是不是可以用 嗯 factor 把它變factorize之後 然後把levels取出來 這樣我是不是取到了234 有了這個東西以後 我可以把回圈這裡 把它放成這樣子 好這樣子 你可能搞不清楚啦 我們每一次都把 每一次回圈開始的時候都把i給print出來 這樣就知道這邊在寫什麼了 再run一次 好234 i有時候等於2 i有時候等於3 i有時候等於4 都糊一模一樣 這樣可以嗎 以後如果你顏色指定的 比較花花綠綠的時候 你可以 你可以用 你可以甚至 i後面不見得要加數字 這樣懂意思嗎 加文字什麼都可以 就是按照你那個向量的順序 一個一個做過去這樣子 好那我們 那我們在 我們在那個 看下一個部分 欸 下一頁 好 下一頁這個比較特別啦 這個我們先 我們先下載一份資料 好不好 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要下載比較久一點 這樣子 首先 就是我們先下載資料 第一個在這裡 這個是 呃 從1998年到 我記得2016年吧 每一年就是 登革熱的這個 就是 登革熱發病的 他是誰 然後在哪裡 然後這是精度緯度 精度緯度 然後 他是哪個縣市 這樣子好不好 好不好 我們先把這個資料給下一下 還有一個資料要下載喔 後面還有一個資料是 後面還有一個資料是在這裡 這兩個我們先下載好不好 先下載 先讓你們下載一下 好 那我們來 我們來看這個東西好不好 好 我們先 我們先讀檔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來 組長 好 阿這個是 呃 今天是第十課嘛 對不對 好 這個資料是 欸 靠 鬼面子 喔 這個因為 那個檔案是有中文嘛 對不對 所以是 File encoding 等於 CP 950 好 再讀一次 好 哇 這麼久 好 這個檔案就是 那個 這個檔案總共幾個人 我來看一下好了 這檔案有七萬多筆阿 就從19 98年到 絕對不是到今天阿 可能到大概16年15年那時候 那個 就是 那個 我們疾管局通報的資料 就是某某人在哪一天發病 然後他 大概的information 然後 最重要的是精度跟尾度 因為這個 精度尾度還有限制這樣子 因為這個 對我們等一下在做 就是 呈現資料的時候 這件事非常重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 拿來做那個 Google 又是 在R裡面如果 我們現在畫圖都是要先有個底圖 然後再加料上去 那我們現在想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有個底圖 是Google Map 對不對 然後我們加那個點 我們可以試 發病了我們就放個點上去 發病了我們就放個點上去 對不對 好 就是這個套件需要錢阿 好不好 那我們看一下 好 那 這個套件下載以後阿 這一串程式碼 這一串程式碼 我把它貼過來 這重點在這裡 好 重點在這裡 好 重點在這裡 先Library Google Map之後 然後這個 經度尾度 我們把經度尾度的範圍 阿這個範圍是 舉它說我想畫 我剛剛這次想畫什麼 想畫台南市 因為台南市 在2015年的時候 有個大流行這樣子 所以我就想畫台南市 這樣子 所以我的底圖阿 我的底圖就是台南市 這樣可以嗎 我的底圖就是台南市 我的底圖就是台南市阿 這個我就要知道台南市的 經度尾度的範圍 這個上網查都查得到啦 好不好 這個都查得到的喔 我如果只想畫 我自己加 比如說 某一個行政區 這個都查得到 好不好 網路上都查得到 所以你先把經度跟尾度 放完之後 它先取得它的Center 它的Center就是那個 它的這個經度尾度的中心 就是兩者的min 然後跟它的range 有了這個東西之後 你就要用這個gate map 這個神奇的函數 這個神奇的函數 放Center放中 這個都沒有問題 對不對 最重要的是 你要放下你的API key 好不好 API key就長成我剛剛講的那個樣子 長得類似這個樣子 好不好 好 那全部執行 全部執行 這樣執行一次 大概就一塊錢就不見了 這樣子 好不好 所以它用一次就是一塊錢 對它用一次 大概啦 我不知道 好 你看到右邊看到圖了對吧 可以吧 有沒有錢的感覺 好啦 一塊錢 一塊錢不算什麼啦 但是放到網路上 被人家用回圈稿 那不是一直在問我們一回事 好 那我們繼續 那 我們如果 像你現在看到這個 如果你MapType MapType可以改變嘛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MapType 我們可以把那個Google的圖啊 從這個 從這個 就是路線 這個叫什麼圖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 街道圖 那我們把它改成這個衛星圖 然後我們再做一次 看著喔 同樣的執行 Map 然後再按RUN 再執行下一行 這個它現在下載 好 看到了嗎 是不是很不錯 對不對 兩塊錢不見了 這樣子 好 那所以 大概有一點感覺嘛 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就是 等一下我們就是 釋放完之後 然後我們用那個 耗全的電腦 全部 就是把整個流程跑過一遍 好不好 因為包括信用卡 有信用卡的話 要怎麼做這件事情 好不好 好 好 那我們可以透過 索引函數 找到 台南市在 2015年9月份 整個9月份的登革二病例嘛 這個 這並不是太難的事情 首先 我們先把 Data 這個Data裡面 的第一個Column 它是日期嘛 它是日期嘛 我們把日期先 asData asData完之後 現在這個 class 現在這已經是一個Data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用 索引函數 我們把什麼索引函數呢 用索引是 它小於等於9月30 2015年9月30號 然後它 N的大於 等於9月1號 這樣可以吧 N的Data 等於台南市 這樣可以吧 這個 所以函數 你拉出來是一個 Subdata 這個Subdata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樣子 好 這是不是 9月1號 台南市 然後它發併了哪些人 然後最重要的是 精度跟緯度 就是這個人的精度跟緯度 這樣子 好 然後它總共有NRAW 可以知道幾個人 對不對 好 1912815 這樣可以吧 所以這個Subdata裡面 就是每一個人 它的 它在某一個精度跟緯度 那個人得到批評度 這個精度跟緯度 有一些誤差值 不然的話 會對到個人 這樣子 所以在公開的時候 它有一點小小的 故意給它加了一個亂數 但是大致上 會一直跑不掉 好 好 接著 我們來可以把 我們可以用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啊 叫做 看著喔 這個兩個函數是一樣的 對不對 這個函數是不是 我剛剛用MyMap 我放的底圖 對不對 這一個MyMap 我就把 我就根據我的MyMap 然後 把這個 LAT 就是我的這個 就是我的這個 尾度嘛 對不對 然後我的精度 然後我把這個 精度跟緯度的資訊 放上去之後 這個就是我用 subdata裡面的 這個 subdata裡面的 緯度 subdata裡面的精度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然後 pch等於19 19是那個實行圓形 這樣可以吧 顏色是red cx是點的大小 我這樣在按RUN 你可以看到嗎 我是不是所有點都點上去 我就知道 這邊比較集中 這邊比較稀疏一點 這樣可以吧 好 不過 這樣子的話 我其實看不出 這邊有多集中 這邊有多稀疏 對不對 啊解決的方法是什麼 上一節課 是不是有教 把點感透明的 可以吧 點怎麼感透明的 下一步點感透明 點感透明的 可以用這種方法 就是 警號 對 主要說 紅色是FF嗎 00000 這樣可以嗎 紅綠藍 前兩碼是 16進位的紅色 16進位的那個 綠色 16進位的藍色 然後最後兩碼是那個 透明度 我們這邊用30好了 這樣代表 很透明 好 我們再做一次 看起來有沒有 比較有感 其實這邊還是有一個 小群聚 這邊還是有一個小群聚 不過這邊還是太密了 好 所以說其實 呃 其實用 用透明度 而且其實因為我們 底色現在不是白色 所以看起來很不清楚 對不對 所以用透明度 一直都不是一個好的選項 商捷克最後一個練習題 我們是不是 我們是不是 畫一個有色階的那個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把 商捷克所有的程式碼 都把套進來 這跟商捷克一模一樣 這樣可以嗎 這個 搖頭很正常 因為商捷克我們也沒有完全了解 這每一行在衝他下 對對對 我們就發現 就是那個來超的程式碼 就是這裡改掉就可以了 對不對 好 好 所以我把這裡改成X1X2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產生這個 Color 對不對 產生Color以後 好這個時候是不是已經有Color了 每一個點都有Color 對不對 現在我們是不是可以根據這個Color 我們再畫一次 一樣買Map 那個精度尾度 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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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度 然後這個 PCH19 然後顏色改成就是我剛剛 那個程式碼產生的Color 這樣我們再按一下RUN 好這樣是不是更有感覺 這裡就比較那個 然後這裡 中間比較這個 群聚一點 如果嫌這樣子 太就是 就是 就是不容易看的話 你可以把CX改小一點 就應該0.5 好 我們現在換一個參數 好像是多付一塊錢的感覺 好 所以這樣大概有感覺吧 所以有個問題就是 你這樣圖應該是由中心點出發然後慢慢往外進去 可是剛剛看的套的是 這上面應該是有一個群聚的句點 那點怎麼沒有出出來 你說在這裡嗎 對 它的密度不夠阿 你如果 因為很有可能這裡真的太密了 這裡真的密到 就是它顏色總共分六階嘛 對不對 它這裡真的密到就是 這裡的群聚對於這裡來講不值一提 連它的六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它看起來還是藍色的 這樣懂意思嗎 好 那我們再來 不過如果你想要改變這個尺度阿 我們倒是有一個idea可以做阿 這個dance 來你們看這個dance這裡 我們是不是根據這個dance 這個dance是從1到256 然後 是不是從1到256 然後這個 就是 然後1就填什麼顏色 這樣 那我們剛剛說 這裡的群聚 連六分之一都不到嘛 對不對 所以它還是看起來像藍色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改變這個dance的關係 這樣 本來是1到256 然後我們把 假如說 我們故意 我們比較凸顯前面 我們後面不要凸顯 這樣 我們把色階大部分放在前面 也就是說 舉例來說我們現在把1到10 把它rescale成 rescale到就是比較大的範圍的 這邊放大然後後面縮小 那 前面放大後面縮小 是不是有一種叫開根號乘以10 之類的 可以嗎 那這邊256它開根號之後 我們要乘以的是16 應該是16的平方吧 欸不是 16的平方嘛 對不對 開根號乘以16 所以我們故意做一件事情喔 叫做 Round Round Round是那個四捨五入 好不好 Round 然後 sqrt 開根號 乘以16 好如果你嫌一次開根號不夠 就開根號兩次啦 好不好 那我們再做一次 一模一樣的事喔 有沒有更有感覺 因為它把scale改變了 這樣懂的意思嗎 如果你嫌一次開根號不夠 那我們就開根號兩次這樣子 為什麼我喜歡這次 蛤 什麼叫 156 16的平方 因為你這樣才可以1到256阿 顏色是1到 顏色是1到256 對對對 好OK 再開根號乘以16一次好不好 好我們再做一次 但這樣子理論上就會更 會再更明顯一點 喔等一下等一下 這個圖跑掉了 哇這個 但是這個可能scale被我拉得太那個了 就是你看連藍色點都不見了 因為全部都被我 因為一開始1分的被我調到16分 然後又被我再調了一次 所以我剛剛看起來一次的那個就效果不錯了吧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 其實有一些小小數學都可以幫助我們 很容易的運用這樣子 好那我們繼續 好那這個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 要畫這個 就是行政區邊界的圖 我們現在畫什麼目標給你們看好了 我們想要這樣子 這樣看起來是不是更屌一點 好 好那 這樣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你可以把它想要這樣子 這個就是畫一個多邊形上去 所以我需要每一個 每一個裡啊 每一個區 它的那個 它的邊界對不對 這個就是這份資料啦 這份鄉村資料這一份 這份鄉村資料 我們把它讀進來 就是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可以下載的喔 好不好 就是 我們可以下載的東西這樣子 等一下喔 好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 我們剛剛那個下載的那個 下載那個就是 壓縮檔 好我們把它先讀進來 好讀進來之後 這個顯然就可以看到這個是 第一個是 它的第一筆資料是 嘉義市東區的中山里 這樣可以吧 然後 它的這個 它有一些 基本訊息 不過這些基本訊息 不是很重要啦 好 我們的重點是這個 我們重點是 如果我們要找出 跟台南市有關的鄉里 我們必須要用 索引函數把它抓出來 對不對 因為我們只想畫台南市的部分 好 所以在這裡又是用個索引函數喔 索引函數裡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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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ty這裡我們給它用台南市 這樣可以吧 好你這樣抓出來之後 現在台南市 跟台南市有關的 就700多個 這樣子而已 好700多個 這700多個 我們可以用回圈把它標上去 來我們來 一點點拆解這個回圈 再做什麼 好看著 首先一樣 再把這個 喔這個 這一行就不要再執行一次了 這一行要一塊錢 這樣子 好 那個 這個 我們首先先把底圖畫上去 對不對 這是底圖 底圖畫完之後 i等於1的時候 我們現在來這樣好了 我們一行行執行 我們不要一次做回圈 i等於1 好我們再做 我們從這裡開始 i等於1開始做 好 這裡這裡沒有那個 這裡要Lesson 10 好注意一下 我們先把圖畫上去 欸 哎呀 哎呀 好像1塊錢還是要付喔 好啦好啦 看一下 好然後 這個 這個 後面這一行 後面這個 最關鍵的一行 這樣子 付款資訊 這行付款資訊 好 wrong 好然後plot 好現在又有底圖了 對不對 好我們來 i等於1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行 這顯然是一個路徑嘛 對不對 這一個路徑 實際上就是 這 定某一個 某一個 編號某某某的 那個 理的 限制邊界 這樣可以嗎 好read.csv 把它讀進來之後 哇靠 不能讀喔 那是不是一樣又是 又是 encoding的問題 通常這個 cp950 好再讀一次 好這樣讀進來之後 這個light data 這就是一個 精度跟尾度的序列 我們要根據這個 畫 多邊形 這多邊形 一樣用這個函數 你會發現 永遠都是用這個函數 然後 把這個 尾度跟精度 放上去之後 function 等於lice lice是我要畫線 所以我要畫的是線喔 然後color等於red 然後add等於true 好然後我們來 將這一行之後 有沒有看到 欸這個裡被我放上去了 這個裡被我畫上來了喔 好不好 那我一樣i等於2 再做一次 又畫了一個裡 哎呀 那你就知道回圈要怎麼做啦 對不對 4 i 1到多少 n raw tai n map data 對不對 對 再做一次 喔 這樣看起來有沒有很厲害的感覺 限制邊界被我畫上來了 當然我現在手上有的資料是裡的啦 如果你嫌這個太 detail 你可以 就是你太小 有時候你嫌太小 真的密密麻麻的 對不對 那個你可以把它換成這個就是邊界 那個都上網都下載的到 只是這邊我有幫你整理好了 好 那我們可以把剛剛的點再打上去 因為 這個 限制邊界畫出來跟點沒有關係嘛 點有造點 好不好 所以我們再把剛剛的點給他點上來 所以我們畫圖其實就是不斷在疊圖 這樣可以嗎 我們畫圖就是不斷在疊圖 就是 欸 我其實就是最後一個這個 最後一個這個 然後我這邊 呃 我的 咖 我的 好 我們再把疊圖疊上來 好 看到了嗎 不過 這個顏色剛剛被我毀掉了 這個顏色是被我那個 開根號 乘以16 兩次嘛 對不對 不過這個點就被我畫上去 這樣是不是看起來就 好像也可以用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吧 對不對 好 那 其實如果 如果 我們現在如果不要用這個google map的話 好不好 其實 之前我們那個 函數polygon 可以畫出那個地圖的邊界嘛 對不對 polygon是那個多邊形的意思 好 那我們再做一次好不好 我們現在畫一個plus new 我們開一個新的 新的這個空畫部 這是開一個新的空畫部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來 我們現在把所有跟這個 就是所有跟這個 呃 我們 我們開一個新的語法好了 這個是新的語法 好來看著 我們先決定我們的精度跟尾度範圍之後 然後接著我們plus new 把圖畫出來 然後一樣 我們在這裡 這裡要lesson 10 然後一樣file encoding 我們來注意一下 我們現在畫這個 我們現在開了一個空的圖畫部 對不對 然後接著 我們先i等於1 好 i等於1的時候 我們就執行這兩行 我們看一下要畫出什麼 好 是不是第一個被我畫出來 但是我現在指定的是白色對不對 對 這樣可以嗎 那如果 我把這個回圈執行完 它是不是就每個白色都被我畫出來 這其實就是行政區土 不知道怎麼畫這樣 有那些資訊你就畫出來 好那 既然我這邊白色 顏色我會換 顏色是可以換的喔 那我要換什麼顏色 我們可不可以根據行政區得到疾病的人數 然後去決定這個顏色要什麼 來 剛剛懂意思嗎 舉例來說 我們可以這麼做阿 來 我們先把 剛剛有個 台南mapdata對不對 剛剛那個subdata是不是 subdata是不是那個 是不是那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subdata是不是9月 整個9月台南市 所有得到疾病的人對不對 這邊是不是有理的資訊 這邊是不是有理的資訊 所以我們可以用 n.sample等於sum i等於1的時候 在這裡 我們在line data這裡加 n.sample等於sum i等於1的時候 你看一下在這裡 是不是 某一個內角理 這樣可以吧 然後s 那個 這是不是內角理 然後我把subdata的第16個column 他是不是就是 每一個人是住哪個理的 我把他等於等於內角理的地方 把他抓出來 然後問他上起來 他的n.sample 這一筆 那個內角理 他得到了 整個9月他是0個人發變 變成他顏色 變他顏色 根據這個指定他顏色嘛 所以我們可以設計一系列的ifelse函數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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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sample等於0 我就用白色 這是白色 if n.sample 小於等於3 else就是 所以0就不算了 1到3用什麼顏色 4到10用什麼顏色 然後 100以上用什麼顏色 這樣子 然後 我在這裡color 這裡我就要改成 大寫的color 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就可以畫圖了 來再畫一次喔 是不是顏色就被我飆上去了 好 顏色被我飆上去之後 這些 這些這個 紅色什麼 是不是就是比較密集的地區 有了這個概念以後 我們甚至可以做什麼咧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 因為顏色 剛剛是 十色 十星顏色 對不對 剛剛是十星顏色 那我們可以把它改透明的色 為什麼要改透明的色 因為等一下 我們想要把這張圖疊到我們的google map上 對不對 我們把 我們把這個圖 那色碼要怎麼加 就是在這裡加 就再給它兩碼 80就是半透明 好 再做一次 好 這樣是不是我的圖就上來了 然後 再結合一下剛剛的google map 剛剛google map 是不是這個 剛剛google map在這裡嘛 對不對 我們把這裡所有程式碼把它放上來 把它放到這裡來 剛剛我們在這裡 我們是不是 我們是不是 直接就是畫白 就是畫 畫線而已 對不對 我們來把這裡把它取代掉 好 一樣看著 我們先 我們先執行到這裡 再畫一張底圖 好像又花了一些錢 你看那麼久就知道了 好 那我們不用開新畫部 對不對 好 不用開新畫部的話 關鍵是 我們現在polygon這個函數 不能夠直接在google map上畫 在google map上畫 需要這個函數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的程式碼是什麼 好 好 看著喔 重點是什麼 我們的 緯度 金度 分別是什麼 然後 function是用polygon add 那等於true color等於color 然後color就是 因為我半透明啦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執行這裡 你就可以看到 欸 怎麼不見了 喔 這樣是不是 圖就疊上去了 看起來是不是 就是好像可以拿來 就是 放在什麼 報告上面 這樣子 好像很專業的感覺 這樣子 好啦 那那個 所以這個 不過 所以今天教的這個google map 對不對 基本上我們要做練習 練習題你們用我 我那個 我的那個 就是 電腦做這樣子 然後浩全的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先看浩全要怎麼 弄到這樣子 好不好 然後 這個 重點是這樣子 等一下我們要做的事情其實很簡單 就是 我們剛剛是整個9月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可以做出 逐日變化量 假如是從 9月1號到9月30號 它的累積 個案散佈 累積的喔 你也可以是逐日的啦 好不好 累積就是你要加起來啦 嗯 逐日就是 逐日就是你只要 就是 逐日的就是你 你就每一天就 你就算每一天就好 其實這就是一個 索引函數 我在抓data的時候 我要有索引 當然是用for啊 對不對 一張張圖畫嘛 對不對 把每一個條件 把根據日期的條件的每一張圖都畫出來 有了30張圖之後 當然 我就可以 我可以把它存在pdf檔裡面 對不對 這個存在pdf檔裡面 上次上課有教這樣子 好 那 基本上 就是 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做這個練習題這樣子 好然後 好 要怎麼把逐日的圖搞上去呢 基本上 關鍵就是我們現在在算n.sample的時候 是用subdata 是整筆data 對不對 現在這個subdata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subdata是從9月1號到9月 到9月底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在算的時候 我們要必須產生一個 叫 在這裡 喔 不不不在這裡 在i這裡 在這裡是畫每個鄉鎮的 所以我必須在這裡要畫一個 subdata 等於 subdata 然後他的subdata 裡面的 這個 就來說 他的第一個column 他第一個column不是日期嗎 對不對 他第一個column是日期嗎 等於等於 s.dat 主要說 主要說 2015 09 01 好 我們這邊可以加上一個i 這個i 這個i就是一個數字嘛 對不對 這個i我們現在可以i等於0 主要說i等於0的時候開始 這樣可以嗎 這樣子的話 我的subdata 當我的i等於0的時候 我的subdata 是不是就只剩下了 9月1號的data 這樣可以理解吧 現在只有9月1號的data喔 這樣可以 我9月2號的時候 i就等於2 這樣一直下去就好了嘛 那我後面在畫圖的時候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這個 把這個就是subdata這裡幹subsubdata 這樣可以吧 那這樣子我算出來的人數就是當天的 對不對 好 然後 這個 注意一下 這個底圖我是不是每次都要重畫一遍 就是每一天的我都要重畫一遍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這個底圖我要重畫一遍 好 然後我要加字 我要加字要怎麼加呢 plot 好 主要說plot on這個map 然後我們這邊可以改脫mymap 對不對 然後這個 這個 我們這邊我們把它放在這個 左下角好了 好不好 左下角是 左下角的精度跟尾度大概是 大概是 可能 102. 我們放在102.1 然後 22. 22.95好了 22.95 102.1 類似這樣子 這樣打完之後 然後我們要用的函數 function 是等於text 嘛 text就是加字嘛 對不對 然後加字 add 等於true 然後這個 呃 color 等於這個 color 就等於 我們給它red好了 就給它紅字這樣子 然後 text這個函數 它要加 它要加那個 字的時候是叫什麼名字 叫labels labels 就等於 這個 estate這個嘛 對不對可以吧 那我們先把 i等於0的 我們先做一次 i等於0的 我們先做一次看一下 欸 啊這個 居然沒有 居然這麼不給面子喔 蛤 日期不給 日期在這裡啊 日期這麼不給面子喔 i不是等於0嗎 喔 因為我這裡有用i了 所以我現在外面不可以用i 不然我會把它蓋掉 換個j好了 不過它還是沒有畫上來啊 我覺得怎麼會這個樣子 好啦算了 還是我要直接用text這個函數 不然我直接用text這個函數試試看好了 我記得是不能直接加的欸 好算了 不然字先不要加好了 字那個我再 我再查一下要怎麼加 好然後這個 呃 j等於0這樣就是9月1號 對不對 那我是不是 for j 0到 到9月3029 加29就可以了嘛 對不對 然後我把 所有的這個圖 都把它放上來 好然後為了要讓它看起來有 有點動畫效果 可以Systemsleep 對不對 那我們這邊給它個 就來說3秒好了 好這樣我現在就可以執行 好這個是 這個可能是第一天的嘛 對不對 這個是第二天的 但這個不是累積的喔 這個是 這個是 逐日的 這樣懂吧 因為我剛剛是等於等於嘛 對不對 我剛剛是等於等於 如果我是要 如果我是要逐日的話 我是不是 這個 這個圖會 如果我是要逐日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寫小於等於 累積啦 累積是不是可以寫小於等於 就比這天還要小就好啦 9月30 我就把9月30以前 全部都加起來 這樣懂意思嗎 好我們先把它關掉喔 我們 等一下 我們先把它關掉 你這邊按上一頁下一頁的時候 就是 就是逐日了 這樣可以吧 嗯 當然啦 就是 你可以用pdf這個函數 pdf 然後這個叫做 map.pdf 然後height height等於7好了 w idth也等於7 然後 在最後的時候 我把它dev.off 好 然後我把systemsleep把它刪掉 這個時候我就不用systemsleep 然後我把這裡改成小於等於 好 這樣子 這樣子我就可以畫出 我就可以畫出一張這個map了 好 我們在files這裡 你可以看到在這裡 應該會產生一個map這個檔案 欸 map這個檔案 它慢慢在變大 你有注意到嗎 這map這個檔案慢慢在變大 它慢慢在寫入啦 它慢慢在寫入啦 那我們等一下 等它全部寫完之後 我們把它打開來 你就可以看到每一張圖 這樣子 欸有要寫這麼久嗎 好 出來了 那我們把那個map打開 好看到了嗎 這就是累積的 累積的這樣可以齁 那這個圖 那這個 我們大家要最後一頁好了 好那這個圖 你這個30張圖都有了 你要把它做成什麼gift檔 那都非常簡單的事了啦 好不好 那個上網隨便搞都 弄得到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基本上就是 呃 就是繪圖我們學到這裡就已經很不錯啦 就是說 呃 今天課就上到這裡 反正就是 呃 等一下我們還是可以再練習一下 就是 重點就是我們學到的一件事情 就在r裡面喔 我們不只 畫圖的邏輯就是先給個底圖 嗯 然後接著一點點 一點點把它疊上去這樣子 然後 這個 呃 除了可以畫一般的統計圖形以外 最重要的是 我還可以結合一些外部的資源 對不對 甚至可以畫地圖 這樣 那我們 今天上 我們繪圖就講到這裡而已啦 好不好 這個 繪圖 其實最簡單 如果你還想畫一些神奇的圖 你可以上網找 上網找 你可以找到很多就是程式範例 你一樣可以做出這件事情 就是上捷克的最後一個練習 我們就是上網找 找到一個程式範例 然後直接就把那個圖給 複子貼上就把圖畫出來 我們把它改成自己的data這樣子 基本上畫圖就這樣 我們現在捷克要上的就是那個 就是文字的部分 然後 我們下一個課 還會用到一點點Google Map 不過沒那麼重要這樣子 好 那個 那個只有 那個沒有用也不會怎麼樣 不影響課程進行 好不好 你們有沒有要練習的 跟你們玩好不好 好 你們只要把我的 你們只要把我的API Key拿去 這樣就好了 好就這樣跟你們玩好了